我就是Queenie,是在17年畢業的 我主修的是舞蹈學院的中國舞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林俊輝 我是2008年在香港演藝學院音樂系畢業主修作曲 My name is Celine and I'm currently a year-free dance school student majoring in Chinese dance stream 因為我是跳舞的 所以我如果在創作的時候可以知道不同地方的文化 就可以加深到我的編舞的概念 全部都可以幫到我去發揮 不會只是局限在技巧的展演那裡 整個訓練的過程我覺得技巧是很重要 因為它可以給你更多的工具 它是一個手段幫你去表達更多的東西 但是如果只留在裡面的話 就會變成有點空洞的感覺 作為演藝學生 在21世代 它永遠都需要我們更穩定 而且更全圈的 但是藝術家還是要跟生活 跟很多東西有關係 你要有內容 像我自己的主修是做音樂的 但是作曲它只是一個表達的方法 表達的內容我覺得還是更重要 所以如果只在本科主修上面下功夫的話 可能也不會夠 因為生活的內容還有你自己的線念的面 還是挺重要的 我覺得其實很多LiberalArts的方法都是這樣 除了學這個課堂上面的東西 更加多是去認識不同school的人 去了解不同school的人 他們平時的創作理念 或者他們做些什麼 也一樣 contextual studies and also language courses in HKA PA really provide me a great time in learning and also absorbing different kinds of knowledge 語言當然也是很重要 我是在美國讀書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發現 我反而會覺得如果我語文更好的話 可能會更好 因為我第一年還是比較害羞 因為語言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也有很多機會 沒有把握到 所以如果語文可以更好的話 我覺得也是對你來說 什麼方向都會更好 因為如果要提升競爭力的話 其實一定要知道一點 無論將來是想做創作 或者你純粹是去演繹別人的作品 甚至你是做其他相關的行業 其實你都一定需要更加多的知識 因為只是懂得到行內的技術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很困難的 尤其是現在的社會一定不停進步 然後我們是一個國際的都會 要向世界發展 所以一定是越知越多越好 所以我真的很有趣 要得到這個機會 去學習更多 謝謝大家